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再往后推来到了第五代车型 第五代车型一共推出了两个版本 一款是前驱的家用车版本 另一款车则是后驱的跑车版本 那后驱的跑车版本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A186 秋名山车神腾园拓海开的那辆 那这次来到了赛道 我就想探究一个问题 第十二代的卡罗拉 是否找回了当初的那一点点运动的基因 好了 回到这辆车的产品本身 先说一下卡罗拉的设计 首先它的造型要比现款 也就是第十一代的车型要运动了很多 整个前脸非常有冲击力 尤其是前包围 像大的亮黑色的隔山 视觉冲击力非常强 然后两侧还有C型的这种獠牙式设计 然后这辆车是顶配版本 所以它有了镀铬试条的装饰 低配版本只是一个黑色边框的这种饰版 再往这里看 是丰田的车标 是一个传统的1.2T的车型 都用的是传统的这种燃油车的牛头标 那混动版本车型实际是带蓝圈的 跟丰田很多混动车型的都一样 那这款车是1.2T的顶配版本 所以它使用了这种LED的光源的大灯 远近光一体式 并且带有自动远近光灯切换的功能 好了 看一下车侧 可以看到整个卡罗拉的车侧 是呈这种俯冲的姿态的 得益于TNGA架构 这辆车的重心得到大幅度降低 并且切发动机盖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这样就会使得发动机盖特别低 然后车尾看着特别翘 然后它的运动姿态也就展现得比较好 中间是一条笔直的腰线 贯穿车头跟车尾 关于车侧我想分享两点 一个就是它的外后视镜 设计在了车门上 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个位置 会流出一个三角窗 减小驾车时的盲区 另外一点就是它 即便是这辆1.2T的顶配车型 它也只配备了这种16英寸的轮圈 造型非常普通 配不上它这个运动化的外观 轮胎用的是一款偏经济属性的这种轮胎 全新卡罗拉的车尾 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 首先它看起来的质感要比现款要强很多 你像它的这个尾灯吧 首先设计感非常强 同时它的立体感也比较好 然后两侧尾灯通过这根镀隔式条来进行连接 不仅让车尾的精致感更强 同时也划分了车尾的这种层次感 后包围能跟前包围形成一定的呼应 让整车看起来更加协调统一 不管是混动版本还是燃油版本 它的排气都隐藏在后包围的下面 再来看也这辆车的后备箱 后备箱从外面就能打开 后备箱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开口特别大 然后里面设计也非常规整 这辆车的后备箱容积达到了470升 跟现款完全一致 值得一提就是双擒版车型 它的后备箱的容积跟这款车是完全一致的 它的电池由于是完全安装在后排座椅坐垫下面的 所以不会占用后备箱空间 这点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后排座椅靠背支持4-6比例放倒 放倒后会跟后备箱地板之间形成一定的高度差 会影响实用性 往下看是随车工具 再往下看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好了后备箱就聊这么多 现在我们来到了车内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刚才我们拍外观的那辆车 被调走做赛道试驾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换了一辆1.2T的车型 那这款车跟刚才那款车的区别 就是这款算是高配版本 刚才那个是顶配版本 聊到具体的哪一处不一样 我会详细地跟大家再说的 首先整个卡罗拉的车厢氛围 给人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首先它的设计非常简洁 同时它这种上身下浅的配色 也让我感觉挺温馨的 符合卡罗拉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车窗上沿设计的比较低 低于中控台 这就使得视野变得非常开阔 开这个车的时候心情也是比较敞亮的 那用料也是这一代卡罗拉升级比较明显的地方 上一代卡罗拉 用料其实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吧 这个级别的中等水平 那全新卡罗拉呢 中控台几乎都是这种软性材料 并且它还使用了真的缝线 做处理 做装饰 所以整体的视觉感受 还有触感 要比现款第11代的卡罗拉要好很多 那全新卡罗拉的三幅方向盘呢 是丰田最新的款式 手感很好 并且它还使用了真皮包裹 另外呢 它还支持上下前后四项调节 调节范围幅度都挺大的 然后握起来呢 是非常舒服的 这点是值得表扬的 全新卡罗拉呢 在主被动安全配置方面呢 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你像这款车吧 它拥有前碰撞预警 主动刹车 ACC自适应巡航 还有车道保持的功能 另外 它还拥有自动调节的远近光灯 所以让这个车能够实现L2级的 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同时呢 这款车还拥有八个气囊 这八个气囊呢 是全系标配啊 其中六个气囊呢 是比较常见的 那有两个气囊 我要着重的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就是西部气囊 西部气囊在丰田的车上 其实是比较多见的 对于安全性有很大的帮助 那同时呢 全新卡罗拉 还有座椅坐垫气囊 在00上 它被放在了副驾驶的位置 在卡罗拉上 它放在了主驾驶的位置 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开车嘛 永远都会坐在主驾驶的位置 而副驾驶不一定经常坐人 所以主驾驶的利用率 会比副驾驶高 所以选择在这个位置 再说一些比较常规的配置吧 你像这辆车呢 由于它不是顶配版本 所以它呢 只采用了这种 传统的机械式仪表 不过造型挺漂亮的 而且行车的数字信息呢 也比较清晰 然后旁边呢 是一块9英寸的悬浮式中共屏 里面的功能其实挺丰富的 但界面设计比较一般 同时呢 这款中共屏的操作系统呢 还算比较流畅 那它支持百度的Car Life 但不支持苹果CarPlay 如果你要连接苹果手机的话 它可以直接读取iPod的音频 同时呢 这款车还开发了Vlink系统啊 那Vlink系统呢 支持车载的微信 音乐 导航 还有新闻等功能 也算是非常实用了 刚才说过啊 这是高配版的卡罗拉 顶配版的卡罗拉呢 这个部位是一块 12.1英寸的大竖屏 那个是专门针对 中国消费者来打造的 然后呢 它的界面 我个人感觉啊 设计的非常一般 然后呢 一点都不高级 并且它的 那些应用的反应速度啊 也都是偏慢的 所以除非你就是 非常喜欢大屏 除此之外 我认为这块9英寸的中控屏 已经足够了 再往下看 是全系标配的PM2.5的空调 然后再往下呢 则是一个储物槽 但储物槽底部呢 没有做方法处理 所以你要放一些手机啦 或者一些零散的小物品的话 在行车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异响 储物槽左侧呢 有前排唯一一个USB充电口 显然这个时代呢 你给前排只提供一个USB接口 显然是不够的 再往后看 就是电子手刹和Auto Hold 对于卡罗拉来说 这也是一个突破 希望呢 未来能够做到全系标配 再往后是两个杯架 这个杯架呢 比较普通 没有什么设计在里面 就普通的两个杯架 再往后则是一个 可以伸缩的这个中央扶手 那伸到最前呢 其实开车的时候 是能够获得一个 比较舒服的这种坐姿的 打开之后 里面的空间 其实是比较一般的 里面呢 还有一个12V的电源接口 再往我的左手边看啊 它拥有了 四个车窗的一键升降功能 同样是非常实用的配置 那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前排的乘坐空间表现 我的身杠呢 是1米7 前排座椅降到最低后 头部空间 刚好一圈 基本够用吧 再看一下后排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卡罗拉的后排 首先呢 还是想从它的乘坐舒适性 开始聊起 1.2T卡罗拉的后排乘坐舒适性呢 是跟双情版略有不同的 双情版的座椅座架下面呢 其实如果你去刻意感受的话 能感受到它的电池包的存在 那1.2T卡罗拉的座椅提升物呢 就比较厚实 比较柔软了 所以座椅的乘坐舒适性 略好于双情版的卡罗拉 那关于乘坐舒适性呢 我不太满意一点 就是这个位置 它全都是裸露的这种光滑的塑料 你在夏天的时候 手臂碰上去 其实是比较难受的 我不知道量产之后 会不会还是这样 那后排配置方面呢 有两个空调出风口 下面呢 有两个USB接口 基本能够满足使用需求 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柔软的这个扶手 同时呢 还有两个背架 好了 说一下空间 前排是刚才我的坐姿 腿部空间呢 刚好两拳 头部空间 大约四指 那它的这个乘坐空间表现呢 其实在如今的盒子品牌紧凑型车里面 优势呢 并不大 因为你包括像速腾那种 它的直接竞品啊 都已经进行了加长 所以尤其是后排腿部空间 它表现的确实比较一般 好了 静态咱们就聊这么多 好了 现在呢 我们今天来到了今天的压轴环节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确心卡罗拉呢 驶向了赛道 首先是一个斯拉笼啊 然后就是绕桩 然后我们今天先拿到的呢 是卡罗拉的双勤版本 首先这辆车呢 搭载的是一台1.8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然后呢 加上电动机的组合 传动系统呢 匹配的是ECVT无级变速箱 那这套动力系统呢 从规格上来看呢 其实还是偏家用经济方面的 然后由于这套是混动系统嘛 所以它在 它在这个起步 还有起步时的动力输出啊 还有这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啊 都是表现不错的 然后给你感觉呢 还是有一点力道的 但是等车速完全提起来之后呢 其实它的动力表现啊 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啊 但是日常使用呢 肯定问题不大 这套动力系统 其实还是偏家用经济这方面的 然后再来说一下 这个车的底盘吧 底盘是这次升级比较大的部分 它从之前的扭力梁 非独立悬架呢 升级为现在的独立悬架了 其实升级为独立悬架啊 对于操控上面的表现啊 其实提升并不是那么直接啊 其实它对舒适性的提升 其实是更明显的 那这辆车呢 确实在舒适性上面呢 表现呢 明显要比上一代车型呢 要好很多啊 就刚 比如刚才我们压过一些路肩的时候 就明显感觉这底盘啊 要比之前更有质感一些 然后呢 它对于震动的过滤啊 是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 然后呢 它的阻尼啊 设计的都比较好 但是呢 这个悬架呢 还是一个比较家用车的设定啊 它在快速的过弯的时候 还是会感觉支撑性有些不足 在快速过弯的时候呢 这一台车 这款车呢 其实在内侧会给车轮 施加一个制动力 给内侧车轮 会让过弯呢 变得更加的顺畅自如 好了 再说一下这辆车的转向吧 它的转向呢 要比之前上一代的车型呢 要好很多 首先是转向的精准性要比之前好 同时呢 它这种阻尼啊 调的也是更加的顺手了一些 但是呢 在转弯的时候 刚才提到了 它悬架有些偏软啊 然后呢 同时它的这个轮胎啊 其实极限也不是特别高 你能在快速过弯的时候啊 听见轮胎已经就像这样 就其实啊 轮胎的极限啊 很容易就逼出来 对 所以如果要是你特别想要运动的话 我认为卡罗拉还有两个需要 特别需要改进的点啊 一个就是呢 它的悬架 还有呢 就是它的轮胎 隔音方面呢 因为我们现在呢 开的一直是在赛道里开啊 它的转速被我们拉的比较高啊 那这种情况呢 就导致我们对于它的发动机噪音呢 就是这种判断啊 不是特别的准确 所以这方面有待于 的日后呢 我们拿到了试驾车 然后去做专业的测试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从双情版车型呢 换到了1.2T车型上 那这台1.2T发动机呢 最大功率是116马力 然后它匹配的是 可模拟十个档位的CVT变速箱 这个是叫11代车型 是有所升级的啊 11代车型呢 只能模拟八个档位 所以它在燃油经济性上呢 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小期待的 那就实际表现来看呢 这台1.2T发动机啊 前段的输出 其实是不及混动版车型的 那在你起步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油门 包括油门响应 包括油门踏板的这种灵敏性啊 是略逊于这个双情版车型的 但是呢 当涡轮介入之后 1500转之后呢 其实也能感觉这个发动机呢 也是有一定小冲劲的 当然在这赛道里啊 其实这台发动机的动力呢 肯定是比较一般了 因为毕竟是在赛道里嘛 但是如果要是换座日常使用来看的话 我认为也是非常够用的 补充一下这辆车在弯道中的表现吧 因为它的车身刚性啊 刚才在讲解的时候 说是扭转刚性 提升了60% 其实这一点啊 对于弯道中的驾驶表现啊 其实会有很大帮助的 刚才呢 开过双情版本的车型 双情版本车型的电池呢 放在后排座椅的下方 那理论上讲 其实它的配重要更加 前后的配重呢 要更加的均匀一些 但实际上 它的开上这个1.2T之后 由于它后面没有电池啊 但是这两个车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后呢 再来对卡罗拉的赛道表现呢 做一个总结啊 这辆车呢 其实运动氛围啊 其实要比现款 确实要强了一些 包括底盘的质感 包括转向的手感 这些方面都要比现款要好 但是呢 它也只是仅限于这种运动氛围啊 但是如果要换到 实际的这种运动表现的话 其实它的表现也还是 只能说勉强能接受吧 因为它还是一款 主要强调家用舒适 这种风格的这种家用车 它的一切升级 都是基于舒适的基础上 然后进行加强的 好了 这就是它的赛道表现部分 好了 最后呢 再来做一个总结啊 中国消费者呢 第一次接触卡罗拉 应该是在04年的时候 天津一气呢 投产了一批第九代的卡罗拉 也就是花冠 那这样算下来呢 这个车系在中国市场呢 已经打拼了15年的时间了 积累了非常好的口碑 所有的中国消费者 要想买一款合资品牌 紧凑型家用轿车的话 绝对都绕不开卡罗拉 不管你想不想买 都会去看一看 那上一代 也就是第11代的卡罗拉呢 胜在全面 如果单拎出来 每一项来看的话 它的水平 也就是在七八十的成绩的 这种样子 但是呢 它就非常全面啊 让人找不出特别大的短板 所以它卖得特别好 那这一代的卡罗拉呢 第12代卡罗拉 在原来的基础上 在运动性和操控性方面呢 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同时呢 它在主被动安全配置方面 也有很明显的提升 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 这一代卡罗拉的 好了 这一视频呢 到这里就要完全结束了 接下来我要回到赛道 继续去爽两拳 拜拜